细节部分请各位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五行的地方 就这三行其实不多啦 主要就是哪个范围 所以以后呢用Range物件 这个Range物件相当的重要 在VBA里面 我想它应该是重要性甚至比Sales来得更高 因为Sales就是一个一个的储存格 刮斧后面是哪个储存格 那如果你要指的是哪个范围的话 这个Range其实它有一定的举入 而且Range除了可以指一个范围之外 你会发现它还可以是指某一个储存格 所以它其实是两用的啦 那也就是如果你可以把Range物件彻底的学会的话 那基本上在VBA的处理上面 相对的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Essale里面不外乎就是储存格 不外乎就是范围 那顶多再加上蓝跟列 那再加上工作表工作簿 那理论上 Essale里面都会有对应的物件 那你只要知道那个物件怎么去使用操作的话 那等于你就可以用程式的方式去把它自动完成 那再配合这个我们VBA前面讲过的 比如说增加变数 像我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R等于的话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变数基本上 就是让你可以储存资料 有点像剪贴布Ctrl C 它实际上就是帮你放在一个剪贴部物件里面 剪贴部应该叫剪贴部变数里面 让你可以放资料 那这个R其实到底差不多 只是说剪贴部只能剪贴一个 那变数可以产生很多个 这个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这个观念都懂的话 我想你将来在做其他练习上面 应该就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那再来请各位再帮我开另外一道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题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 另外在人事考评的下方有个饭店管理 这一题我想我们就把它先Ending掉 所以这个人事考评我就把它关掉了 把它储存一下 记得一定要启用巨型的活页布 那打开这个范例之后的话 首先当然它有三个工作表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工作表就是它的那个booking 就是它的那个什么 booking其实就是饭店里面的订单 订单的相关资料 有订单的ID 然后订单订哪一个饭店 订的booking哪一天订的 然后哪一天check in 哪一天check out 然后订哪一个饭店的几号房 然后呢就是房型是几人 然后呢什么名字 它的first name 这个地方都有显示出来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边Ctrl向下 B1上 那你会发现这个订单 总共的话就是有几笔呢 总共有225-1 OK 224笔 那这个是2009年的1月份 到12月等于是2009年全年度的一个订单的资料 那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基本上它就是第一步 它要我们先建立这个 所以booking ID 也就是说呢 这个ID呢 它有个 它其实一般的编号都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你可以借由编号里面 大概就可以看出说 这一笔订单呢 它到底是住在哪一个饭店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可能有饭店 然后呢 它住几晚 或住几天 甚至有住几号房啦 等等的相关讯息在里面 但是呢 那个编号 当然还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不要太冗长 所以呢 可能hotel要缩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尽量 就是说呢 不能够跟其他的编号重复 因为编号一定要是唯一的 因为如果你 假如有定那边要一样的话 那完蛋了 这个可能就会造成问题了 ok 所以哦 规则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地方 我们在第几个 你们可以找一下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是 那个什么呢 这应该是第五个单元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是 饭店管理这里 饭店管理的这个 我是建议哦 你可以把云端上面 切成清单模式 清单模式有时候 比较好找 不然的话如果你用图示模式 要找半天 那首先的话上面有一些说明 其实主要这个范例呢 就是拿ECL来当什么 当资料库 ok 那这个资料库 大概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产生一个 刚刚讲的那个编号 而且不能够重复 另外的话呢 可以方便做查询 查询的话呢 这边我们会用Viru函数来查询 有点像SeqoViva里面的slides ok 那再来的话就定义名称 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这个定义名称的话呢 其实 这个为了我们练习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工作 部里面 已经帮大家怎么样 在公式里面 名称管理员 你可以看到这边 其实已经有建立蛮多的 相关的名称 对应到相关的范围 那其中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包含就是Booking 指的就是这整个总表 其他的话 Hotel Hotel的话在这里 Hotel是这个 饭店名称 那Hotel detail的话 这边对应到的是这一个 Hotel detail 在这里 Hotel detail等一下会用到 主要Hotel detail里面 记录了什么呢 记录就是说呢 哪一个饭店的缩写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Hotel名称 对应到的 基本上就是它的缩写 那所以查的话 一定是查第一栏 带回来的话 如果你要缩写的话 一定是第二栏 OK 这个是Hotel detail 这个待会用到 其他还有像Luke price 他的什么 他的房间的价格 等等的相关讯息 你们大概再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这第一个题目是 他要我们做什么 帮我们产生 这个 这个是题目 不过这个题目如果你看 不太能理解的话 你直接可以看底下第三页这里 那总共你会发现 如果用那个-号做区隔的话 总共有1 2 3 4 那你可以看到 这假设 我们用拆大概可以拆得出来 第一个的话它在缩写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假设有四个 1234 第一个的话就是先什么 先查出这个饭店的缩写 -号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 0106 0106的话 就是check-in的什么 月根字 但是呢 如果是各位数字为 就是一位的话 一定要自动补零 所以0106 怎么样自动补零 第三个讯息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 这边的话 这是第一个缩写 0106 然后第三个呢 是3 3怎么来的 check-out 8 check-in 6 所以 8 减掉6的话 那表示说它住几晚 可是它这边是要几天 所以就把它加1 所以呢 把这个check-out日期 减掉check-in期 再加1 那就会得到它住什么 它住几天 OK 那最后的话呢 它的first name 是什么 所以哦 特别注意它的ID 假设我需要有4个资料 缩写 check-in的月跟日 要补零 然后呢 住几晚 不 住几天 更正一下 然后first name 帮我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booking ID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booking ID 绝对不能做错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做错的话 第二阶段 我们要查询 查什么呢 比如说 根据这个订单编号 帮我把这些资料查出来的话 那如果你假设 前面的订单编号 做错的话 那这个查 就一定查不到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所以先产生编号 待会呢 再根据编号去查 后面的资料 包含什么资料呢 它的名字 名字的话就是把什么 surname加上first name OK 所以串在一起 那root number的话呢 就可以什么 他住几号房 再来什么 他住几晚 不是几天 所以不用加1 那price 比较麻烦 price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价格 主要是根据什么 这边有个名称叫lookup price 让我们把它直接点这边名称 再点参照到 点一下 他就会告诉我说 这个lookup price 它到底指的是哪个犯 E跟F 那你会发现 那如果要查价格的话 你必须提供给他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饭店的缩写 减号 住几号房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这个编号 它到底价格多少的话 那首先当然前面这边有说 g1- 然后面几号房 几号房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把root number 再并到后面去 那再去查刚刚那个表格 就可以知道价格了 OK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一题 好 然后把那个画面停止共用一下 OK试试看这个地方 先把那个就是 饭店管理的这一题先打开 然后呢 相关的问题 你们也可以参考云端 总共其实 booking ID会需要四个 四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先查 那个它的 hotel的缩写 所以你可以到hotel的detail里面 把缩写先查回来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check in的月跟日 如果各位数字的话 就补一个0 那第三个就是住几天 就是把什么 check out减掉check in加1 那最后的话就是它的first name ok所以总共会有四个资料 串在一起就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做完第二件事呢 就是切到billlist 我要根据这个ID 帮我查出后面的总共五个资料讯息 它的名字叫什么 然后它住几号房 住几晚 那几晚一晚多少钱嘛 所以这个把那个房间一个晚上多少钱查出来 然后再把几晚乘上它的price 那就是amount 它的总共花费多少钱 ok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一题 ok 那一样做完之后 这个其实就没有跨工作表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做成VBA的话 一样嘛就是把公式再丢到这个范围里面 这样都ok了